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用周朝 陈王对悲勤的一段话 他总共说了六章四句 第一个是 德行广大 熟知有功者荣 荣是荣誉 一个有大德的大德之人 除世代人见我 都能以恭敬性 这是真正的荣耀 决定不能够傲慢 傲慢一定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 看孔子 几乎古今的圣知 他们都非常侵蚀 都能够包容 带人都非常地恭敬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第二句呢 它是土敌波玉 守之以吉言者安 安就是身心满闻 我们中国人常常祝福所讲的平安 这个话很有道理 平是什么 平等 平等才是最安定的 所以你看社会 你看历史 古今中外 社会动乱的时候 决定是平复不均 这个才起了争端